历史上的英雄 萧雄 奸雄 历史上什么人明显是萧雄 他不是英雄 曹操 曹操是萧雄 但是你也可以说曹操是英雄 朱温 大家觉得朱温对不对 说朱温是英雄明显有问题吧 但朱温是萧雄 是不是肯定没问题 董卓都不能叫萧雄啊 董卓应该够不上 安禄山 安禄山是纯野心家 称不上雄 吴三桂你说他萧雄 我感觉有点太高他了 张世成肯定不算啊 张世成萧雄英雄都差着 你说陈有亮也可以说是英雄 燃敏萧雄 燃敏不行 燃敏萧雄英雄都算不上 窦剑德 窦剑德也不能只说萧雄 纯萧雄也挺少的 慕容锤肯定是更英雄 桓温嫩啊 桓温他也有英雄的一面吧 也可以说英雄吧 弗坚 弗坚肯定不能叫萧雄 对吧 弗坚是英雄 刘渊 刘渊肯定是很英雄的 刘渊非常的不萧雄 李蜜 李蜜反而感觉不是很萧 李蜜觉得不够萧 李自成吭不上雄 瑶长 对 瑶长也可以说是萧雄 不能说瑶长是英雄 瑶长 朱温这两个人 是比较典型的萧而不赢 刘备 刘备肯定是英雄重于萧雄 像曹操就是萧雄重于英雄 孙策可以叫英雄啊 孙策说英雄没问题啊 孙权 孙权可以说是英雄吧 孙权不太萧雄 英雄也比较勉强 而朱荣呢 比起像朱温这样的 还差着点尖雄 对 而朱荣这样的就是尖雄 只乐是英雄 萧雄都可以 刘聪不值一提 李世民叫什么 李世民就是英雄了 你说李世民是萧雄觉得不对 这也是因为李世民也是起来就有根基嘛 他用不着搞那些手段 就什么叫萧雄手段呢 就刘备 孙斌 巴蜀 这是萧雄手段 你肯定不能把这事叫英雄手段 但是呢 也不能说多么的奸诈 也不能那么讲 马超 马超谈不上雄 不是什么人都能算雄的 包括侯景 侯景感觉都不够雄 奸则奸义 但是他不够雄 司马懿 司马懿可能比较偏向奸雄 但是司马懿感觉也没什么雄的 司马懿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客 吕光 吕光不雄 你要说取取梦逊 这样可以叫奸雄 刘裕呢 刘裕还是英雄的成分很高 刘裕可以称得上英雄的 高欢也是英雄 高欢真的不是枭雄 高欢不太喜欢 就那些手段 刘邦 刘邦是英雄枭雄 甚至可以加上一点尖雄 刘邦感觉是五分英雄 四分枭雄 一分尖雄 或者说是四分英雄 四分枭雄 还有两分尖雄 这是刘邦 三雄 对 刘邦可称三雄 复合雄 对 真正牛逼人物也都是复合雄 曹操可以说是四分枭雄 三分英雄 三分尖雄 朱文呢 朱文就可以说是五分枭雄 五分尖雄 零分英雄 黄山水 黄山水是超凶 哈哈哈 六分枭雄 剧搖雄 六分枭雄 阻名 刘邦可称